我觉得蔡主席到目前为止 她的选战有点虚 比如说她第一天从淡水出发 她循着马街的脚步 然后后来她讲 她的团队将来说闻生就苦的 闻生就苦就把好多不苦 然后不发生的都排出掉了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她机场捷运的主导权 这好像到目前为止 幻状片不是机场捷运 还有她要当女的徒弟公 我觉得这三点来讲 我就觉得小英还没有抓到 在新北市选战的重点 这些都是有点打空气派 有点虚